好久不见的资深演员宿珠 今年已经高龄90岁 身为闯荡一届多年的老前辈 大家看到都会喊一声宿珠阿姨 然而近几年她却消失在荧光幕前 上次露面时她身形消瘦 走路一拐一拐 为了好友周游 硬是拖着不舒服的身体上场 展现多年好情依 直到前阵子 祖珠阿姨终于自曝近况 让许多粉丝相当紧张 据自由时报报道 祖珠阿姨当年在周游婚礼上 领军资深伴娘团 丢掉拐杖 管着伴郎林义雄 失利的走完全场 堪称是当晚最催泪画面 就在近日她提出了和老公的甜蜜合照 还不忘搞笑写着 老娘很久没有一起跟我的安娜达 给大家看了 哈哈 让许多网友好惊喜 照片中 祖珠阿姨打扮休闲舒服 嘟着嘴巴非常可爱 眼睛直盯着性爱的老公 墨镜随心的往上拨 和严肃的老公形成强烈对比 画面里她气色很好 还俏皮的比叶 让喜爱她的粉丝们都热烈回应 间谍情深 幸福又美满的家庭 阿姨要常常和大家打招呼哦 而祖珠阿姨和老公的好感情 经历了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 依然坚定 她曾和老公一起受访时 笑说 演艺圈的人都知道我怕她 就互相尊重而已 什么叫做怕 什么叫做不怕 我也搞不懂 言语中透露 彼此的相处之道只是包容 退让 夫妻间没有所谓怕不怕的问题 祖珠老公神情认真表示 第一次见到这女孩多水啊 她是演戏才凶的 在家很温柔 祖珠也淘气的笑说 比她帅的很多 就相欠债 我欠她 她欠我才会在一起 她坦言 年轻的时候不懂事 很爱乱吃醋 两人甚至为此吵不停 甚至还闹到差点离婚 直到老公直接回一句 抓药在床 听人家讲的不算数 她才低头撒娇 像先生陪不适 而在剧中常常演阿妈阿祖角色的她 现实中早已拥有五名曾孙 她的好友曾透露 她的脾气因此收敛许多 变得更加温柔圆润 过去如果有工作人员多说几句 宿珠就会开马 但当了阿祖后 那个火爆的宿珠就不见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